我国最厉害的数字你知道是几吗 我觉得应该是十八 为什么 少年有十八同仁 七天有十八落汉 最厉害的人呢有十八八武艺 最厉害的掌法是香龙十八掌 最用起的话是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最可怕的地方是十八层地狱 最难走的路是山路十八弯 变化最大的是你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男子十八参军微风凛凛 最厉害的是要证明你是谁 还得有十八个数字组成 为什么男人十八岁就可以当兵 而结婚必须要二十二岁呢 因为女人比山场上的敌人更难对付 如果你变成一个女生 你会嫁给现在的自己吗 想都不敢想 上哪走这么穷呢 老公啊天太热了 咱也买个空调吧 买啥空调啊 家的家庭就累了一半吗 家的空调多贵啊 我和你讲过去那个攀金年 还要不是因为天太热 他能开窗户吗 还要不开窗户 他能认识新闻庆吗 还要不认识新闻庆 那大郎能让他独死吗 走走走 买他买他买他 现在去啊 我怕吃完了就没命了 请问我都那么大了 为什么我还没有女朋友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你说 你和一个女孩子去吃披萨 披萨45 你吃了五分之三 他吃了五分之二 那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27啊 这就是你单身的理由 越活越漂亮的女人 都是什么样的 越活越漂亮的女人 都是这样的 开心的时候换衣服 不开心的时候换男人 为什么你不好看 因为你对自己太抠了 既舍不得买衣服 又狠不下心来换男人 给自己换种活法 干啥都不如取悦自己 来得更真实 赶紧支弄起来吧 让自己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好看 加油 为什么好多女人 都不穿高跟鞋了呢 他们连男人都不想要了 还穿啥高跟鞋 还有啥自行车 其实不只是高跟鞋 你看现在的女人 流长话的都越来越少了 都说女为越积热容 现在的女人 已经不想取悦任何人了 所有人 他们不舒服的关系和人 他们都会丢弃 他们只想怎么开心 怎么来 怎么舒服 怎么过 以前的女人喜欢收集 现在的女人喜欢断舍离 断的不只是不用的物品 还有不合格的男人 以前的女人会娇羞的 依附在男人的身旁 对男人说 带我长发及腰 娶我可好 现在的女人 会指着剪短的头发 对男人说 我已经剪断了我的发 剪断了牵挂 你哪凉快 哪呆着去吧 哎呦 请问各国女人找老公 都有什么要求 日本女人找老公 什么都不要 是个好男人就行 俄罗斯女人找老公 什么都不要 是个男人就行 中国女人找老公 要折要扒要存款 是不是人都行 女人躺着的时候 到底有多厉害 女人在床上的时候 她能躺一天 这个女人站着的时候 想上射手 她是背不住的 但是她躺着的时候 她把那个胖胸背爆炸了 她都不想去上射手 女人一样躺着 那个指挥官的态度 就来咯 老公 给我倒位水 老公 帮我拿那个松电视来 老公给我拿个指甲刀 她一样躺着 她就变皇后了 而且早饭不想吃 午饭就一起搞定 你一叫她写床吧 她好像在寻宝一样 把那个枕头被子 全部翻起来 掀起来 咦 我的手机呢 我的头上呢 请问男人应该把谁 放在第一位 把父母放在第一位的男人 都离婚了 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男人 都单身了 只有把老婆放在第一位的男人 才过得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需要老婆照顾 孩子需要老婆呵护 只有老婆过得幸福 家庭才会幸福 上学的时候 老师哪句话 让你印象深刻呢 你看我干嘛 看书 你看书干嘛 看我 你老师看着我干嘛 看黑板 请问什么是垃圾老公 回家永远都喊累 抱着手机就不睡 老婆一觉就嫌烦 朋友一觉就到位 朋友圈从来都不发老婆的照片 老婆发的信息从来都不关注 还笑嘻嘻的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赞 你认为女人化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给男人点颜色看看 男人挣钱比喻成一首歌 你知道歌名吗 女人花 你认为女人都有哪些事是无法理解的呢 你要让他跑一千米锻炼一下 他会内晕 但是你要跟他逛一天街 他能把你内晕 冬天你让他洗碗 他能动裤 你要让他不穿秋裤 他屁事都没有 晚上吃饭你让他多吃几口 他说撑得慌 你要让他吃零食 他能把超市都搬回家 你认为喝酒后的男女有何不同呢 男人喝酒以后会失恋那个还没有搞定的女人 女人喝酒以后会失恋那个抛弃了她的男人 女朋友的用处你知道吗 加快你的成长 锻炼你的沟通 磨炼你的耐心 突破你的底线 挑战你的脾气 挑逗你的欲望 花光你的芒领 提升你的花呗 你认为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是什么 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成功的叫老师 后者成功的叫老板 那二者都成功的人呢 叫老婆 请问爱得太痛苦了怎么办 不满意就换 不喜欢就分 不舒服就走 不高兴就撤 为什么呢 要是你不放过自己 女朋友更不会放过你 你认为男生和女生有什么区别呢 女生偷看男生叫花痴 男生偷看女生叫猥琐 女生偷摸男生叫挑逗 男生偷摸女生叫流氓 女生打男生叫杀娇 男生打女生叫混蛋 女生流眼泪叫柔弱 男生流眼泪叫弱肉 女生挣钱少叫能力问题 男生挣钱少叫智力问题 女生用男生钱叫天经地义 男生用女生钱叫天理不容 女生单身久了看谁都像渣男 男生单身久了看谁都像貂蟬 你认为喝酒后的男女有何不同呢 男人喝酒以后会失恋那个 还没有搞定的女人 女人喝酒以后会失恋那个 抛弃了她的男人 女朋友的用处你知道吗 加快你的成长 锻炼你的沟通 磨炼你的耐心 突破你的底线 挑战你的脾气 挑逗你的欲望 花光你的芒领 提升你的花呗 请问你觉得女人应该离婚吗 反正我觉得作为女人 只要结婚了 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离婚的 为什么呢 过好了她就是你亲爱的老公 过不好就把她当作挣钱的长工 跟谁过不是过 跟谁过都得洗衣服 生孩子做饭 说不定你甩掉个猪八戒 换了的还是一头猪 就这样 再换不还是个男的吗 对不对 请问你发没发现 催菜的时候你说不要了 比快点上更管用呢 那砍架的时候你说 我再看看 比便宜点更管用 挽留的时候你说 你走吧 比别这样更管用 留不住的东西 不如使点就扔出去 没准撞到什么东西 就弹回来了呢 那为啥有些人就不回来呢 因为有些人 他不是东西 哎呦你妈的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 谢谢大家